在分享今年新冠疫情最嚴重之際 我们团队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还会分析了9000公里为大陆扫护抗疫的故事 在这一次自发行动中 我们团队有四个台湾青年 两位大陆伙伴 于2月3日 也就是大年初始启程 前往日本、泰国、越南等地 一共自备采购了3万2000个口罩 3500个瓶消毒液和300把耳蚊枪 调用能力接驳方式 将东洋、南洋的物资 经越南、陆关、广西 全部接线到大陆的第一线 本来此刻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我们队长谢华锦 非常不幸的 因为整个行程奔波有9000公里 而是一家一家药店区采购 过度劳累导致谢队长严重患流感 被复发炎 而队友应志宏则在日本被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们至今仍在台湾接受治疗 无法前来参加海祥论坛 不过请大家不用担心 经过半年的医疗 他们现在恢复得差不多健康了 也请各位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